H&B的问题 你会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R费的话我想主要说一下H&B吧 因为现在第一是H&B 第二就是H&B女的R费 现在很多人来问到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个R费 现在H&B是一个女儿 就是说女的R费不要Panic 不要惊慌不要害怕 就是很频繁 基本上50%以上的爱子会遇到R费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女儿 特别是因为这个Trump administration 这个R费就是很频繁 然后R费呢就是有好几大点 比如说就是关于这个我说的之前 有提到过的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 就是岗位的这个专业性的这个点 是R费遇到的很大的点 然后呢如果说H&B很多时候导致悲剧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导致悲剧 那我们就是第一 我先说一下这个R费的很多点的意思 比如说SO就是Specialty Occupation 第二呢比如说雇员和雇主的关系 那如果你在公司的占户的话 有很多时候会遇到这个Infoyer Infoyer的这种人是什么的问题 那有可能就是第三呢 比如说这个Random Control 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在公司总部 比如说你跟老板一块工作 比如说房后或者Work 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的话 或者存在一个这个老板就是雇主 对你有这个工作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R费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Benefisher Qualification 就是作为一个雇员 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学工程的 OK你在做一个销售的工作 或者是也或者你去学工程 你在做一个教育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本身跟这个做的工作 不是特别搬起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这个Benefisher 他是没有这个Qualification 来做这个position 对吧 还有就是Vig Level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你做的这个事情 只有因为Vig Level 它是能够四个Level Vig Level 一二三四 那如果说你选的是Vig Level 1的话 Damefisher Qualification 说OK Vig Level 1 做的是一些很Basic的工作 那是不是就是 不是一个Special to Occupation 这也是遇到的问题 那现在呢 遇到还有就是这个 你之前有没有Maintain 你的这个Legal Status 因为你要是在教H&B的话 很多时候很多小伙伴 他是会选择在境内转换身份 比如说从F1转到H&B 那境内转换身份 它是有一个要求 要证明你之前的Status 都是要Maintain Legal 那如果说你之前 有任何Status的问题 包括这个PT掛靠 CPT多用 包括如果你之前 有任何的这个 非法工作的这个记录 都有可能导致你这个 在H&B 遇到RF的问题 对 这些可能比较常见的 一类问题 我们在处理 因为遇到太多了 我每年H&B的量也非常大 基本上各个类型的RF 我们都处理得非常的得心一手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小伙伴的建议就是 遇到RF不要攀脸 不要恐慌 好好地跟你的律师配合 我相信就是我们 绝大份的案子 RF回复交上去了以后 也都是去得到了批准 所以说不要觉得RF 拿到了就是世界末日 就一定会挂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好好配合律师 好好准备材料 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等一圈比较平下来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 给您就是 比如从我们今天的整个 采访当中 您觉得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补充 或是要给次伙伴的建议 基本上可能就是 我之前有讲的 但是呢 就说我觉得 很多小伙伴 包括在读书的一些 学生可能还不考虑到 之后的一些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尽早对一些 基本知识的做一个科普 就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至少了解一下 各类签证类型 各类移民类型 然后看看 你有没有可以去 操作的空间 比如说有一些小伙伴 可能在跟我们咨询完之后 才说啊我几年前 其实可以办这个 但是他不知道 对 所以早点去做一个了解 我觉得是很 很有帮助的 然后呢 对自己的职业规划 也早点做一个规划 但是呢 就是我就是 还是一句忠告吧 就是有一些贴近质量 不要去走 然后呢 就虽然如果说 中间遇到了任何的 就是 插错 或者遇到任何的问题 也不要去恐惑和panic 你要相信就是 这个小的 只是一个小的插曲 就是从长迷的 整个人生的职业发展 长远来看的话 其实可能不会造成 那么就是 diversitating的一个影响 还是要把自己的人生的 一个职业发展 作为一个长远的 一个麻烦数来看 就是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 在遇到各类案件 各类情况 的一个一个忠告 也希望大家 反正在以后的生活 工作怎么样 顺利 遇到什么问题 尽量能够处理 我相信总会 总会 总会好 好 我是雷格 再来可以叫Linda 我是2013年法学毕业的 所以到现在 从事做职业的话 基本上有六年多了 我们这个各社律师事务所呢 主要有三大职业领域 移民签证 然后持续产权 公司商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